大家好 我是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 冷战 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柏林墙的倒塌 自由的曙光 2.间谍 敲冷战的秘密交换 3.月球上的握手 阿波罗联谋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柏林墙的倒塌 自由的曙光 当我们谈到柏林墙的倒塌 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事件 更是一个象征自由与希望的故事 柏林墙这道冷战时期的象征 从1961年到1989年 将东柏林和西柏林分隔开来 成为东西方对峙的具体表现 这道墙不仅是物理上的障碍 更是心理上的高墙 阻割了无数家庭 朋友和爱人 让我们回到1989年11月9日 那么改变历史的夜晚发 当时东德政府发言人军特沙伯夫斯基 继前着巴斯提在新闻发布会上 意外的宣布了新的旅行政策 允许东德公民自由穿越边界 这个消息传出后 柏林的市民们蜂拥而至 涌向柏林墙 就像柏林墙 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急性派对 大家都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有趣的是沙伯夫斯基在发布会上 其实是搞错了政策的生效时间 他原本应该说新政策会在次与生效 没有延迟 这个小小的口误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当晚数千名东柏林人涌向边境检查站 边境守卫们在混乱中不知所措 最终决定打开边界 让人们自由通行 这一页柏林墙成为了自由的象征 人们用锤子凿子甚至是徒手开始拆出这道高墙 这不仅仅是物语上的拆除 更是心灵上的解放 人们在墙上跳舞唱歌拥抱 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自由 柏林墙的倒塌不仅改变了德国的命运 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它标志住冷战的结束 象征住东西方的和解 这一事件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坚固的高墙 最终都会在自由的力量面前倒塌 所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不仅要看到那一夜的黄欢 更要看到背后无数人的努力和渴望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 自由不是免费的 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坚持 柏林墙的倒塌 正是这种努力和坚持的最佳见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间谍乔冷战的秘密交换 当然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充满紧张与戏剧性的冷战时期 探讨一个既神秘又充满戏剧性的地点 间谍桥Gliniburne 首先 间谍桥并不是一座普通的桥 它横跨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哈佛尔河上 这个桥在冷战时期可是个大明星 专门用来进行间谍交换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桥的两端分别占着美国和苏联的特工 彼此用冷峻的眼神对视 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心理战 最著名的一次交换发生在1962年 那可是好莱坞大片都不敢这么编的情节 美国的U-2侦察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 鲍尔河在苏联被击弱并被俘 而苏联的顶级间谍鲁道夫阿贝尔 瑞兆菲伯则在美国被捕 于是两国决定在间谍桥上进行交换 想象一下鲍尔河和阿贝尔在桥的两端 慢慢的走向对方 仿佛在进行一场冷战版的走钢丝表演 当然这个桥的故事不仅仅是这些戏剧性的交换 无论哪部号建谍桥也见证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行动和谈判 哪一次交换背后都有无数的谍报人员 外交官和政治家的能力 可以说 这座桥不仅连接了两岸 更连接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有趣的是 matching乌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游客们可以在桥上拍照 想象自己是冷战时期的间谍进行一场秘密任务 不过别忘了带上的相机 而不是间谍工具哦 所以清代的学生们间谍桥 不仅是朗占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地方 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 人类也能找到一种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换 哪怕是通过一座桥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下次我们再一起探讨更多历史的秘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月球上的握手 阿波罗联盟任务 当我们谈到月球上的握手 其实我们指的是1975年的 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Apollo Soyuz Test Project 而STP这是美国和苏联 在冷战期间的一次历史性合作 这次任务象征住 两个超级大国在太空竞赛中的一次和平握手 虽然技术上并不是在月球上进行的 但它的意义却如同在月球上握手一样重要 首先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 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在太空探索方面 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一号开始 到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 这场太空竞赛可谓是以追魔感 高潮迭起 然而到了1970年代 两国的领导人意识到 合作可能比竞争更有利于人类的慰问 于是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诞生了 这次任务的目的是让美国的阿波罗飞船 和苏联的联盟飞船在太空中对接 并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 1975年7月15月阿波罗和联盟飞船 分别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和苏联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两天后两艘飞船在地球轨道上成功对接 这个刻两国的宇航员在太空中握手 象征住和平与合作的开始 有趣的是这次握手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美国宇航员汤姆斯塔福德 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利昂诺夫 雷克斯·雷诺夫对接后 互相交换了国旗和礼物 并进行了多次联合实验 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小插曲 由于两国的技术标准不同 对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比如两国的对接机构设计不同 最终需要一个特殊的对接模块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太空中 标准化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视 这次任务的成功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胜利 更是人类合作精神的体现 它向世界展示了 其实在最困难的时期 合作依然是可能的 而这次月球上的握手 也为后来的国际空间站计划奠定了基础 所以当我们仰望星空思考人类未来的时候 不妨记住这次历史性的握手 它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 无论我们有多大的分歧 只要我们愿意合作 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毕竟在浩瀚的宇宙中 我们都是同一艘飞船上的乘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柏林墙的倒塌 间谍桥 以及月球上的握手 这三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我们对自由 合作和和平的思考 柏林墙的倒塌告诉我们 无论多么坚固的高墙 最终都会在自由的力量面前倒塌 虽然这道墙分隔了家庭 朋友和爱人 但当人们终于拆除它时 他们庆祝着来之不易的自由 间谍桥 则让我们看到 即使在最紧张的时刻 人类也能找到一种方式 进行沟通和交换 这座桥不仅连接了两岸 更连接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而月球上的握手 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历史性合作 它象征着和平与合作的开始 这次握手向世界展示了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 合作依然是可能的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 只要我们愿意合作 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所以观众朋友们 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事件时 让我们看到背后无数人的努力和渴望 无论是柏林墙的倒塌 间谍桥的交换 还是月球上的握手 他们告诉我们 自由 合作和和平 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对自由 合作和和平有何看法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讨 共同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 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幼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